史蒂夫·乔布斯传 艾萨克森作品 乔布斯唯一授权传记 为你讲述苹果帝国地造者赞誉和争议交织 弥漫着温情和硝烟的一生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补林峰博奖 第十九章 皮克斯技术与艺术相遇 卢卡斯影业的电脑部门 1985年夏天 乔布斯在苹果公司正处于失事中 一天 他和艾伦凯一起散步 后者曾在施洛帕克工作 此时是苹果公司职员 凯知道 乔布斯对创意与技术的交融很感兴趣 于是建议他一同拜访自己的朋友埃德·卡特莫尔 卡特莫尔当时是乔治·卢卡斯电影制片厂电脑部门的负责人 乔布斯他们租了一辆豪华轿车 驾车前往马林郡 来到卢卡斯天行者牧场的边上 卡特莫尔及其小小的电脑部门就在这里 我感到很震撼 回公司以后就试图说服斯卡利把他收购下来 乔布斯回忆道 但是管理苹果公司的那帮家伙对此不感兴趣 而且他们正忙着把我赶出去 卢卡斯影业电脑部门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一个团队研发硬件和软件 来使图像数字化 还有一个电脑动画团队制作动画短片 有颇具天赋的卡通爱好者导演 约翰·拉塞特负责 卢卡斯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星球大战三部曲的第一部 正陷入一场争吵不断的离婚案中 他需要卖掉这个电脑部门 卡罗斯叫卡特莫尔尽快找到买家 1985年秋 在一些潜在买家都愁愁不绝时 卡特莫尔和联合创始人阿尔维·雷·史密斯 决定自己买下这个部门并寻找投资者 于是他们打电话找到乔布斯 又安排了一次会面 两人驱车前往乔布斯位于伍德塞德的家中 乔布斯先是抱怨了一通斯卡利的 愚不可及和背信弃义 然后提议自己全资买下卢卡斯影业的电脑部门 卡特莫尔和史密斯拒绝了 他们想要一位主要投资者 而不是一个新的所有者 不过很快就有了一个折中办法 乔布斯出资购买多数股票并担任董事长 但由卡尔默和史密斯来运营 我之所以想收购这个部门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计算机图形 乔布斯后来回忆到 看到卢卡斯影业电脑部门这些人的时候 我意识到 在融合艺术与技术的领域 他们走在了其他人前面 而这个领域一直都是我的兴趣所在 乔布斯知道 在未来数年里 计算机将会比现在强大上百倍 他相信这会给动画和逼真的3D图形 带来巨大进步 卢卡斯团队正在研究的问题 需要非常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 这使我意识到 他们必将引领历史 我喜欢这样的发展方向 乔布斯提出的条件是 向卢卡斯支付500万美元 然后自己再投入500万美元 从而将这一部门变成独立的公司 这比卢卡斯一直以来所要求的金额低得多 然而时机对乔布斯来说却刚刚好 于是双方决定通过谈判达成交易 卢卡斯影业的CFO发现 乔布斯傲慢又易怒 在谈判各方即将举行会谈时 这位CFO对卡特莫尔说 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等级次序 他的计划是 将所有人和乔布斯都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 然后这位CFO晚到几分钟 以表明他才是主持会议的人 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卡特莫尔会议说 史蒂夫在CFO缺席的情况下 按时开始了这次会议 而当那位CFO走进来时 史蒂夫已经掌握了会议的控制权 乔布斯只见过乔治·卢卡斯一面 卢卡斯提醒他说 比起做电脑 这个部门的人更关心制作动画电影 你知道这些家伙都在拼命做动画 卢卡斯对乔布斯说 卢卡斯后来回忆表示 我确实提醒过他 这个部门基本是按 埃德和约翰的计划来展开工作的 我觉得在他看来 买下这家公司是因为 他也符合他自己的计划 1986年1月 他们达成了最终协议 协议约定 乔布斯投资1000万美元后 可持有该公司70%的股份 其他股份分配给 埃德·卡特莫尔 阿尔维·雷·史密斯 及其他38名创始员工 包括前台接待 该部门最重要的硬件是 皮克斯图箱电脑 并且新公司以此命名 最后的问题是 在哪里签合同 乔布斯想在自己位于 Next的办公室 而卢卡斯影业的人 想在天行者牧场 最后双方都做出了妥协 在旧金山一家律师事务所会面 有那么一段时间 乔布斯没有进行过多干预 让卡特莫尔和史密斯 自行掌管皮克斯 每个一个月左右 他们会进行一次董事会会议 通常是在Next的总部 乔布斯总把焦点 放在财务和战略上 然而由于个性使然 以及控制本能的趋势 乔布斯很快就变成了强势角色 显然比卡特莫尔和史密斯 预想的更为强势 针对皮克斯公司 硬件和软件的未来 乔布斯提出了一堆想法 有的合理 有的古怪 而他虽然只是 偶尔前往皮克斯的办公室 但每次现身 也都能让人心潮澎湃 我从小就加入了 南美进行会 那时 我们经常同那些生活浮华 但却极具蛊惑力的牧师们 一起开培灵会 阿尔维雷·史密斯说 史蒂夫显然是安慈到 深知口舌的力量和语言的网络 能让人深陷其中 开董事会会议的时候 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发出了一套信号 摸鼻子或拽耳朵 如果有人陷入了史蒂夫的 现实扭曲立场 我们会用这一招 把他拉回现实 乔布斯一直都很欣赏 硬件和软件整合的优势 皮克斯的图像电脑和渲染软件 就是如此 他还制作出色的内容 如动画电影和图像 这三种要素都得益于乔布斯 将艺术创意和技术的结合 硅谷的人并不尊重 好莱坞的创意特质 而好莱坞的人则认为 技术人员是那些只需雇用 而无需见面的人 乔布斯后来说到 皮克斯则同时尊重 好莱坞和硅谷的文化 最初皮克斯公司希望硬件 能带来收入 皮克斯图像电脑 售价12.5万美元 主要购买者是动画师 和平面设计师 不过这款电脑 也在医疗行业和情报领域 找到了特殊市场 医疗CAT扫描数据 能够被转换成三维图形 来自侦查飞机和卫星的信息 也能通过该款电脑进行转换 由于要销售给美国国家安全局 乔布斯必须接受安全调查 对于被指派来调查他的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来说 一定感觉有趣极了 据一位皮克斯高管讲述 有一次调查员打来电话询问 毒品使用问题 乔布斯如实回答 丝毫不假掩饰 他会说 我上回用这种毒品是在 偶尔他也会回答 不 他从未用过那种特定毒品 乔布斯要求皮克斯开发一款 成本更低的图像电脑 售价在三万美元左右 他坚持由哈特莫尔 艾斯林格进行设计 尽管卡特莫尔和史密斯 对其收费价格表示反对 最后 这款新电脑跟皮克斯图像电脑 很相似 是一个立方体 中间有一处圆形凹陷 但带有艾斯林格招牌式的纤细纹路 乔布斯想要把皮克斯电脑 卖给大众市场 于是他让皮克斯的人员 在各大城市开辟销售办事处 办事处的设计 由他本人审核通过 他的想法是 有创意的人很快会想到 使用这款电脑的各种方法 我认为 人是创造性动物 面对工具 他们能想出发明者 未曾想过的各种聪明的使用方法 乔布斯后来说道 我觉得这会同样适用于皮克斯电脑 就像麦克一样 但是皮克斯电脑从未完全进入普通消费者市场 他们售价太高 专门为之编写的软件应用程序也不多 在软件方面 皮克斯有一个渲染程序 名为雷耶斯 以为渲染你所见的一切 用于制作3D图形和图像 乔布斯担任董事长后 皮克斯开发了一种新语言和界面 名为Randoman 他们期望这款软件 能够成为3D图形渲染领域的标准 就像Adobe公司的Post Script 指于激光打印那样 乔布斯认为 皮克斯的软件也应该像硬件那样 尝试进入大众市场 而不是仅限于专业市场 他从来都不满足于 只针对企业市场或高端专业市场的做法 他非常沉迷于大众市场产品 皮克斯的营销总监帕姆·克尔文说 他会构造一些宏大的愿景 想象Randoman能够怎样为所有人服务 他在会议中不断产生新想法 设想普通用户将如何用他做出 惊人的3D图形和逼真的图像 皮克斯团队试图劝阻他 他们认为Randoman并不像Excel 或Adobe AliceDate那样易于使用 这时乔布斯就会走到一块白板前 告诉他们如何把它做得更简单 更便于使用 我们不禁频频点头 兴奋地说 是的是的 这样很棒 克尔文回忆说 等他走了以后 我们又考虑了一会儿 觉得他想的都是些什么鬼主意 他身上的奇特魅力实在是强大 你和他交谈之后就几乎被洗脑了 后来事实证明 普通消费者对于这种 能让他们渲染出逼真图像的昂贵转件 并无兴趣 Randoman没有成功进入大众市场 不过倒是有一家企业渴望将动画师的绘画 自动渲染成彩色图像 用于电影拍摄 罗伊迪士尼在迪士尼公司 发动了一场董事会革命 他是该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的侄子 当迪士尼公司的新任CEO 迈克尔·艾斯纳问罗伊想要担任什么角色 罗伊表示他想要重振公司历史悠久 却日渐衰落的动画部门 他的首轮举措之一就是设法将动画流程计算计划 而皮克斯赢得了迪士尼的这份合同 皮克斯为迪士尼量身定做了一款软硬件套装 名为CAPS 即电脑动画制作系统 1988年这一套设备首次投入使用 负责制作动画片《小美人鱼》中的最后一幕 国王特里同辉别埃里尔 在此之后 CAPS就成了迪士尼极为依赖的设备 迪士尼为此又购买了数十台皮克斯图像电脑 动画 皮克斯的数字动画业务 制作动画短片的团队最初只是副业 其主要目的是对外展示自己的硬件和软件 约翰·拉塞特负责这个团队的运作 他有着可爱的脸庞和气质 对于艺术的完美追求与乔布斯不相上下 拉塞特出生在好莱坞 从小就喜欢观看周六早间的卡通节目 九年级时 读完技术迪士尼工作室历史的动画的艺术后 他写了一份读书报告 那时的他就明白了自己想要怎样度过一生 高中毕业后 拉塞特进入了由沃尔特迪士尼创办的加州艺术学院 学习动画专业 暑假和课余时间 他研究迪士尼的档案文件 还在迪士尼乐园的丛林巡航游乐项目做导游 迪士尼乐园的导游经历 让他懂得了把握时间和节奏对于讲故事的重要性 在创作一针一针的动画时 掌握这一概念很重要 但也绝非一事 拉塞特大学三年级时拍摄的短片 小姐与台灯 为他赢得了学生奥斯卡奖 这部短片借鉴了小姐与流浪汉等迪士尼电影 也展露出了他的惊人天才 赋予无生命的东西 譬如台灯 以人的个性 毕业后 他得到了一份注定要从事的工作 在迪士尼制片厂做动画师 但是拉塞特在迪士尼的工作并不顺心 我们一些年轻人想要给动画艺术带来星球大战的水准 但却受到了约束 拉塞特回忆说 我的幻想破灭了 后来卷入了两个上司之间的斗法 动画部门的头解雇了我 1984年埃德卡特莫尔和阿尔维·雷·史密斯 聘请了拉塞特 而星球大战的水准正是出自卢卡斯影业 当时乔治·卢卡斯就已经在担忧电脑部门的成本了 他们拿不准卢卡斯是否真会同意雇佣一位全职动画师 因而拉塞特的职务是界面设计师 乔布斯入主公司后 拉塞特和他开始分享彼此对于图形设计的激情 我是皮克斯唯一的艺术家 因此和史蒂夫在设计感觉上有很大共鸣 拉塞特说道 他很幽默 很合群 讨人喜欢 爱穿花哨的夏威夷衫 办公室里堆满古董玩具 喜欢吃芝士汉堡包 乔布斯易怒 是个身形受嚣的素食主义者 喜欢简朴整洁的环境 但他们的确十分契合 拉塞特是个艺术家 而艺术家在乔布斯眼里不是英雄就是笨蛋 拉塞特在他眼里显然属于英雄那一类 乔布斯对他恭敬有加 真心钦佩他的才华 拉塞特则理智地将乔布斯视作赞助人 能够欣赏艺术工作 并且知道如何将其与技术和商业进行融合 乔布斯和卡特莫尔决定 为了展示皮克斯的硬件和软件 应该让拉塞特再制作一部动画短片 参加1986年的Sing Graph 美国计算机协会计算机绘图专业组大会 这是计算机图形学界的年度会议 拉塞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拉扫台灯 用作图形渲染的模型 并决定把拉扫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动画角色 一位朋友的小孩给了他灵感 拉塞特又在故事中添加了一个小台灯的角色 拉塞特向另一位动画师展示一些测试真实 对方力劝他用这两个角色讲一个故事 拉塞特表示 自己只是在做一部短片 但那位动画师提醒他说 即便几秒钟也能讲述一个故事 拉塞特将这个告诫铭具于心 顽皮跳跳灯 最后的成片只有两分多钟 但是他讲述了一个故事 台灯爸爸和台灯孩子把一个球推来推去 后来球爆了 小台灯很伤心 乔布斯非常激动 特意从NEX的公司压力重重的工作中抽身 和拉塞特恢复Single Graph大会 这一年的大会于八月在达拉斯举行 天气太热太闷 我们一走出去 就觉得热气像网球拍一样 迎面回了过来 拉塞特回忆说 展会共有一万人参加 一切都让乔布斯很喜欢 艺术创作激励着他 尤其是当他与科技相融合时 电影放映礼堂门口排了长长的队 乔布斯不是那种会乖乖等着进场的人 他三言两语就说服了负责人 让他们先进去 顽皮铁套灯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 并被评为最佳影片 哦 哇 乔布斯在结束时欢呼道 我真的懂了 我懂了什么是最重要的 正如他后来解释的 我们的电影不仅仅拥有好技术 而且是唯一有艺术内涵的 皮克斯是在融合艺术与科技 就像麦克曾经做的那样 顽皮跳跳灯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乔布斯飞去洛杉矶参加颁奖典礼 最终该短片没能获奖 但是乔布斯从此决心 每年都制作一部新的动画短片 尽管这个决定 并没有太多商业上的理由 随着皮克斯处境的日益艰难 乔布斯坚持残酷的削减预算毫不手软 而当拉赛特要求将刚刚省钱的钱 拿来做下一部电影时 乔布斯却同意了 乔布斯在皮克斯的人际关系 并非都这么好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 是同阿尔维雷·史密斯 卡特莫尔的联合创始人 史密斯来自德克萨斯州北部农村 在金星会的熏陶下长大 是个拥有自由精神的细皮士 担任电脑图像工程师 他身材高大 笑声爽朗 很有个性 有时也很自负 阿尔维光芒四射 笑容友善 在会议中有一大堆拥护者 帕姆克尔温说道 阿尔维这样的个性可能会触怒史蒂夫 他们都是有远见的人 精力都很旺盛 也都非常自负 阿尔维不愿意像埃德一样 稀释宁人 无视一些不高兴的事 史密斯认为 乔布斯的领袖魅力和自负 致使他滥用职权 他就像个电视节目中的步道者 史密斯说 他要控制别人 但是我不愿意做他的奴隶 这就是我们发生冲突的原因 而埃德更愿意顺其自然 开会时 乔布斯有时会说一些离谱或不真实的东西 来驱离自己的主导地位 史密斯特别乐于在这种情况下和乔布斯叫板 他会边笑边说 最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让乔布斯感到很不爽 有一次董事会会议上 因为新版皮克斯图像电脑的电路板遭遇延期 乔布斯开始训斥史密斯和皮克斯的其他高管 当时 耐克斯的电脑的电路板也推迟了很久 史密斯指出了这一点 嘿 你们的耐克斯的电路板更迟呢 所以别对我们大呼啸啸了 乔布斯顿时大发雷霆 或者用史密斯的话来说 就是完全不可理喻 当史密斯觉得被攻击或遭遇对抗时 会不由自主地冒出西南部口音 乔布斯于是挖苦着模仿他 这简直就是欺负人 我完全爆发了 史密斯回忆道 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们俩就已经面对面了 相隔只有三英寸 彼此朝着对方大吼 乔布斯对于会议中的白板急剧控制欲 于是魁梧的史密斯推开他 开始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你不能这样 乔布斯大喊 什么 史密斯回忌道 我不能在你的白板上写字 放狗屁 听到这话 乔布斯率满而出 史密斯最终辞了职 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制作数字绘图和图像编辑软件 乔布斯拒绝史密斯 使用他在皮克斯史编写的代码 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敌意 阿尔维最终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 卡特莫尔说 但是他这一年的压力都很大 还染上了非病 最后结果还算不错 微软收购了史密斯的新公司 自己成立的公司 一家卖给乔布斯 另一家卖给盖茨 这样的人也只有史密斯了吧 即便在近况最好的时候 乔布斯的脾气也很暴躁 而当皮克斯的三项努力 硬件软件和动画内容都在赔钱时 乔布斯就越发如此了 我制定了这些计划 结果却得不停地投钱进去 他回忆说 他会责骂皮克斯的人 但还是会给他们开支票 已经被苹果驱逐 又被困在Next 他不能接受再一次打击了 为了止损 乔布斯下令进行一轮大规模裁员 他缺乏对待他人的同情心 冷酷地执行了这一决定 正如帕姆·科尔温所形容的 对于要解雇的人 他在感情上和财务上都不留余地 乔布斯坚持裁员立即开始 且不支付前三费 科尔温拽着乔布斯在停车场周围散步 请求他至少提前两周 告知员工们这一消息 好吧 乔布斯回答道 但通知应该倒推回两周生效 卡特莫尔当时在莫斯科 科尔温疯了似的给他打电话 卡特莫尔回来后 研究出一个前三计划 给予被解雇员工微薄的补偿 稍微平息了事态 皮克斯动画团队曾一度试图说服 英特尔公司 希望承接对方的部分商业广告 制作业务 然而乔布斯没有一点耐性 一次会议上乔布斯正痛斥英特尔的营销总监 说到一半又拿起电话 直接打给英特尔的CEO安迪格鲁夫 格鲁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算是乔布斯的老师 他想要给乔布斯上一课 他支持英特尔公司的经理 我支持自己的员工 他回忆道 史蒂夫不喜欢被当作供应商来对待 在乔布斯提出 皮克斯应该在如何处理中央处理器性能 以及制作3D图像方面 给英特尔一些建议时 格鲁夫也称得上是乔布斯的导师 英特尔工程师接受了皮克斯的建议 乔布斯便回复邮件说 英特尔应该为此制服皮克斯费用 但对方回答说 关于互相交流有关微处理器的好点子 我们过去没有为此买单的打算 将来也没有 乔布斯将英特尔的回复转发给格鲁夫 说英特尔在理解电脑图像方面 表现得如此让人失望 而他们的回复还极端傲慢 格鲁夫对此做出了严厉的回复 他说 友善的公司和友善之人都互相共享思想 格鲁夫补充说 他经济免费和乔布斯共享思想 乔布斯不应该太伟利是图 我有很多缺点 但我并不忘恩负义 乔布斯回应说 所以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我们愿意免费提供帮助 感谢你把这么肤浅的道理告诉了我 皮克斯为普通消费者市场 或至少是认同乔布斯 对于设计的狂热知情的普通消费者们 创造出了一些强大的软件产品 乔布斯仍然希望 在家中创作非常逼真的3D图像 能够成为桌面排版热潮的一部分 例如皮克斯的Shopplace软件 用户能够用它改变3D物体的阴影 这样在不同的角度下 能以适当的阴影展现出现实物体的模样 乔布斯觉得这个软件很酷 但是大多数消费者觉得 这种功能可有可无 乔布斯的激情误导了自己 Shopplace就是一个例证 该软件拥有如此多神奇的功能 但却缺少乔布斯一向要求的简单性 皮克斯无法与Adobe公司竞争 后者做的软件并不像Shopplace那样高级 但更简单也更便宜 即使皮克斯的硬件和软件产品线都失败了 乔布斯还是会保护动画团队 对他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拥有魔力的艺术指导 能给予他深层次的情感愉悦 他愿意培养它 为它赌上一把 1988年春 资金实在太紧张了 于是他召集了一次痛苦的会议 宣布全面深度削减开支 会议结束后 拉赛特及其动画团队十分害怕 几乎不敢再向乔布斯要更多的钱 来拍摄另一部短片 但最后他们还是提起了这个话题 乔布斯静静地坐着满脸疑虑 如果同意这个项目 他就得再从自己腰包里掏出近30万美元 过了一会儿 乔布斯问他们是否已有了故事版 卡特木尔带他来到动画办公室 拉赛特立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展示故事版 自己配音 尽情地展现对自己产品的激情 乔布斯被感染了 故事是关于拉赛特的心爱之物 经典玩具 他以一个单人乐队玩具 小西兵的视角展开 小西兵遇见了一个 让自己又爱又怕的人类小宝宝 他逃到沙发下后 发现其他玩具也被吓坏了 躲在这里 但是当小宝宝撞到头后哭起来时 小西兵又爬出来哄他开心 乔布斯表示自己会提供资金 我看好约翰在做的东西 他后来说道 那是艺术 是他关心的东西 也是我关心的东西 我总是同意他的计划 看完拉赛特的单人表演展示后 乔布斯只说了一句话 我只要求一件事 约翰把它做好 西铁小兵赢得了1988年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这是首部获此殊荣的电脑制作动画短片 为了庆祝 乔布斯带着拉赛特和整个制作团队 来到绿地餐厅 旧金山一家素食馆 拉赛特抓起放在桌子中央的小金人 举得高高的向乔布斯敬酒道 你所有的要求便是要我们做一部伟大的电影 迪士尼的新团队 CEO迈克尔·艾斯纳 以及电影部门主管杰弗里·卡层伯格 开始要求拉赛特重回迪士尼 他们喜欢西铁小兵 认为这种动画故事 让玩具拥有生命和人类的情感 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但是拉赛特感激乔布斯对自己的信任 认为皮克斯才是自己能够开创电脑动画 新天地的唯一地方 他告诉卡特莫尔 我可以去迪士尼 在那儿做个总监 或者留在这儿谱写历史 于是迪士尼反过来开始接触皮克斯 希望签署制作协议 无论是从讲故事 还是从技术运用的层面上来看 拉赛特的动画短片 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卡层伯格回忆说 我非常努力想让他回到迪士尼 但是他忠于 史蒂夫和皮克斯 如果你打不过对方 那么就加入他们 我们决定找出 能够加入皮克斯的方法 让他们为迪士尼 制作关于玩具的电影 至此 乔布斯已经从自己腰包里 掏出了近5000万美元 投入皮克斯 战旗离开苹果时 所拿到钱的一半以上 而耐克斯的公司 当时还在亏钱 对此他非常精明实际 1991年 乔布斯 强迫皮克斯 所有员工放弃期权 作为交换 他会再投入一笔 私人资金 不过 对于艺术和科技融合 所能做出的成就 乔布斯 却倾注了浪漫之爱 他曾认为 普通消费者 会喜欢用皮克斯的软件 来制作3D图形 但现实并非如此 这种错误的想法 很快便被他直觉上的 《仙剑之名》所取代 那就是自1937年 迪士尼公司拍出 《白雪公主》后 再没有比让艺术和数字技术 相融合 能给动画电影 带来更大变革的了 乔布斯表示 回首过去 如果自己能了解的更多 就会更早地专注于动画 而不会费心 去推动皮克斯的 硬件和软件应用 但另一方面 如果乔布斯早就知道 硬件和软件都不会盈利 那么他也不会接受皮克斯 命运似乎诱骗我 去做这件事 而这也许是为了 把它做得更好 感谢观看